抢救受疫情冲击的内需产业 行政院推出发放振兴五倍券 全民免费领取 台北市日前针对吃喝玩乐加码熊好券 市长柯文哲又宣布绑定悠有卡和悠有付优惠 最高有五千元大礼包 鼓励民众多绑定电子票券 ICT系统 你是谁 那你每一笔销费 都可以记名 都可以追踪 非常好用 所以我非常鼓励我们台北市市民 我们也利用这一次5000元振兴券的机会 把一卡一通一付 在台北市彻底的推行下去 用悠有付绑定五倍券 我们就再送5000块的现金折价券 也就是说呢 你就用这个 你要去累积消费的时候 譬如说你去全家或是去莱尔夫 消费200块 用这个折价券就现金还你100块 去MOMO或是PC Home 消费1万块就现金还你1000块 也就是说你不用等到中央的现金回馈 立刻在消费的时候 悠有卡公司就会把这个现金返还给你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及时 又非常非常大方的回馈 第二个是通勤族跟小资族 最喜欢的悠有卡 也就是说悠有卡呢 你平常买1280坐捷运买饮料 买早餐就可以直接累销 不需要再另外花钱 那我们推出的回费是最多300块的回馈 最多300块的回馈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3000块的QPON捲 那这个会有限量 另外北市65岁以上长者绑定敬老爱心卡 即可用市价一折加购健康防疫家电 柯文哲推荐买血氧机 因为去年疫情爆发 快乐缺氧的情况层出不穷 民众可以时常量血氧 检测自我身体状况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五道寡包 很好 那我们再一次点 后方我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沛